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黄日辉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频道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首先来关心政治的议题 民进党全代会在17日登场 这天也公布了18位县市长的候选人 场面非常盛大 民进党也期许各参选人为今年底11月26日的选战做好准备 希望未来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之下 国家可以越来越好 带领台湾走向世界的舞台 民进党全代会在17日登场 今年主题是团结台湾顾好未来 在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带领下 也替年底九合一大选的县市长候选人盛大肇事 展现团结的气氛 台中需要一个行动派的市长 欢迎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 在全代会主持人的唱名介绍之下 民进党籍候选人一一登台 包括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 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 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等18人 场面是非常盛大 也希望未来他们可以继续拼出好成绩 在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让中央和地方紧密合作 促进台湾的整体发展 过去四年或者八年 民进党的县市首长都检释出亮眼的执政成绩 公共服务的品质提升 建设一一展开 城市脱胎换骨 在地的民众也找回了光荣感 这些都是中央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未来四年 我们因应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公共建设要加速 产业升级要确实 更要透过城市外交 让台湾在国际上持续的发光发亮 这一切也需要中央地方同心 面对这几年来的执政成绩 民进党是信心满满 希望争取更多支持者的认同 带领台湾走向世界舞台 记者综合报导